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Beyond的音乐曾经轰轰烈烈进入了本地乐坛 前面是那波 谁伴我苍蕩 前路没有指引 若我走上有事宅可 Beyond的音乐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日都燃烧着我们 成为我们的动力 Beyond的音乐精神 从来都没离开过我们 永远都是活在我们的心中 无论你身处何地 最坏的时代 我们更加需要以最好的心态 去准备自己 去迎接将来 谁伴我闯荡 这世外 这世外 一向习惯 逃避看似游离的荒谬 一再习惯 成熟每晚鬼节的苦门 无论分钟中 天气有改变 我却很少离 无论东方 西方主意 有呼喊 我都已变方 一身风流人 汇飞车 占据我今晚 手中香烟 杯中香啤 难听人愤怒 这世外 这世外 需要习惯 逃避发觉 没有你的荒谬 需要自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觉 又回来了 前面是拉方 谁本我创当 今次我们播了一首摩登时代 一首偏向于电子流行的音乐 隔壁走得很前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到 这首歌摩登时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没有记错过 应该是1989年的暑假 那时我还是在烧热吃的时候去听 好 我们请到一队乐队 上来接受访问 但这一队乐队 又是在玩音乐 都是一样是偏向于电子流行 那方面的 Red Holic 我没有读错了吗 我怕我兴奋得读错了 总之差不多 我们都当你叫我们 我们是Red Holic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Red Holic的 现在都叫主音吉他手 当是 当是 因为我们 一会播一些歌是你唱的 会播一下自己的作品 我叫阿段 我是负责彈吉他的 我叫阿瑶 你们当年一出 我还以为当年 当年 你讲好像很久 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我听到之后 很哭了 很欣赏你们乐队 多谢 但不知为何 早几年前 最后一次在APM演出 没了你们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人想念你们 你记不记得APM吗 我挺picky 一样东西 我是觉得Leslie是真心的 我们真的 APM是最后一场 那场是 想着最后一场 之后一场 那场是比较小一点的 你当跟支持者聚会 其实我们之后还有一场 就是在九展 那场是大型一点的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都是为了生活 因为做了乐队 其实很艰难 没有自己的工作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挺奋身的 那时候 就是拿自己的积蓄 拿自己的时间 拿自己的时间 去玩几年 我们没有想着 要做些什么的 就是很想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音乐了 不如我们抽两三年时间出来 全程投入下去做 拋开这个现实没有顾虑 你们 真的 真的 有时都要蒙着耳朵蒙着眼睛去做 哈哈哈 真的 因为 你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 搞音乐的中间 那条件进入这队乐队 就是不准上班 哈哈哈 就是不准睡觉 那几年之后 都很多谢其他媒体 很支持我们 又多谢Leslie 会留意到我们 慢慢就发觉 真的要吃饭的 那开始 做回幕后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就没有 就是离开了这个乐队 那我们就在后面 帮其他歌手 寫歌 继续去做这件事的 哈哈哈 好 继续先 你知道刚才你这样踢 我差点想说 是从来不知想拥有多少的理想 哦 即是今天是玩歌词解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在刚刚 6月30日 RESPECT 举办家居纪念音乐会 重遇你们 印象最深就是 阿瑤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到最后大合唱 大家一起唱 我搶了人家的吉他 哈哈哈 爆炸哥的吉他 然后彈了开阔天空solo 很感动啊 因为你 小小的冲动 令我发觉 家居走了很多年 嗯 还有一个 很热血的音乐人呢 搶人家的吉他去弹 开阔天空solo 为什么会有那个moment 就会出来呢 首先就是因为 因为到最后 踢上台的时候 事先都知道 但谁知道呢 就发觉 好像站得挺中间的 我是不能唱歌的 我们那队乐队 以前我们四个人 我们有女主音 和三位男士 其实四个人 除了我 是不能夹麦 他们三个都能唱歌 明白 女主音会唱 阿段也会唱 我们有些歌 是他们两个队唱 再加上我们BASY手Mark 其实他是唱和音的 我们大家都有做幕后的工作 他是会唱和音 教唱歌 所以他们是可以唱的 但我是不能唱的 谁知道那次 因为时间关系 Mark不能过来 只有我和阿段上台了 那我就站得很中间 我发觉 好像没有对路 然后后面 爆炸棋 我已经上台队 后面应该要solo 明白的 可以的了 你眼熟我 可以的了 其实中间有些 我忘记是你 还是谁 寄了咪咪给我的 我有动过口 但其实我没有发声 那是我 谢谢你 我想听一下你的声 整场都没有听过你的声 幸好我没有发声 去得Respect家区 纪念音乐会 都是喜欢Beyond 喜欢家区 才会出席 甚至会站台演出 其实你们和Beyond 可不可以讲一讲 一些渊源 有没有合作过 或者是 比如说 哪一首歌 第一首歌 令到自己特别深刻 影响得你们很厉害 可能我年轻一点 我最记得 就是小时候 我首先全家都很喜欢听Beyond 全家的意思 不是我爸爸妈妈 是我的叔伯兄弟 兄弟姐妹 全部都喜欢 我们家族聚会 唱歌以前是LD 很大的碟 我们是唱Beyond 全晚唱Beyond 我最记得 是Armani 因为开头唱歌 木吉他 我被木吉他吸引了 我小时候学音乐 但学古典 所以一听的时候 我觉得 他那样东西是 你当我炮小书 那首歌是C key 他第一个是C 他那几粒音 同时我小时候 彈琴的那首歌 那几粒音 就是Barket那首歌 其实差不多不一样的 我听说 哇 那么可以好听的 木吉他很想弹 其实他启发了我 大一点 我去到大学中学的时候 我就和我家说 我不想学古典那些东西 我要弹吉他 之后 我再问一些 我说完一件事 当年我们一次 有个DJ 告诉我 好像家区有近似的故事 就是我在后楼梯的垃圾房 旁边收拾了一些吉他 就收拾了回家 之后 就拿了一支懶的吉他 在家里说 我不弹琴那些 我想弹吉他 所以我之后 第一个弹吉他的歌 就是弹Armani 所以对我影响 Beyond一定是最大 家区 和Armani这首歌 我第一次听到Beyond的歌 是在学校的班房里面 有个Form 5的师兄 就拿着一支余诗吉他 在弹命运时尼加 在弹命运时尼加 那我走过 我就 嘩 这么好听 原因是 除了她在弹之外 前面还有四五个女生站在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弹吉他是这样的 当然是 因为其中有一个 我暗恋的女生站在那裡 就是你坐过去抢了吉他 那倒没有 那我就走过去听 然后 那一刻我就发觉 原来吉他真的这么吸引 吸引前面那几位 然后我就问她 可不可以教我 这样 她就答应了我 请了她吃个午餐 就是那一秒钟开始 接触到Beyond 才发觉原来我之前 是有听的 是的 而且是长城 嗯 是这样的 那接着我就 开始去 发掘Beyond 这件事了 到底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的 那 学会第一个chord 是个G chord 不是C chord 是Beyond 因为是命运时尼加 是的 那时候不知道 现在没有那么发达 她教我 我就知道很难按 是的 那其实是放弃的了 因为我问 为什么这么难呢 所谓学会是记得形状 怎么按而已 还要按少了一只无名字 哈哈哈哈 很不正统 接着后来就回了教会 就学英文 接着第一次 真真正正的 学完整的一首歌 就是《喜欢你》 反而不是真的爱你 不是 是喜欢你 因为我的水平 她说我太低 最多那几个chord F chord你都不可以 哈哈 四个chord 对了 反而因为 也是Beyond 令我很想 继续学吉他 继续弹 这样 Beyond 有什么 令你们有所改变 或者说 它影响到我的人生很厉害 有一个 有一个 改变 就是 当初 夹band 我以为 一定是坏的小朋友 很坏的 之后都会认识到 甲冰的朋友 有长头发 那时候不懂得想 黑咪蚂 又有茶指甲 因为那期有 Ex Japan 那期有 Vissel Rock 有吃烟 什么都齐 然后我说 原来夹band 那么坏 但是 看看Beyond 又不是 很型 很干净 然后慢慢 透过他们 了解 原来 原来 有分Style 这件事 开始将一些很笼统的 那种 夹band 就是坏的 纹身就是 那种思想 从小开始 已经可以调节到 不是 是Style 就令到我没有学坏 就找到自己Style 好像在找一个藉口 我也是藉口 我也是藉口 那条呢 我 其实有点像他 其实他先接回我刚才的故事 就是 我就是因为这样 和我父母的关系挺差的 哦 是差的 是差的 刚才说 整个家族都喜欢Beyond 但是 因为我不肯学 本身在学东西 为什么会学 很简单 家里买了一部琴 那姐姐学 那姐姐学 然后买了一部琴 没什么用 那弟弟当然也学了 而且以前是上门 那些老师上门教的 反正都赚你一个 不如炸完小的 那家里又习惯了 我小时候很多年 我小时候学古典音乐 去到那一段时间 就是说不行 我要弹吉他 我是 那些叫什么 那时候一定是喜欢 拿一支吉他 一点点害怕 又不是很害怕 你知道你会开始反叛 就是 无端都很认真 和爸爸妈妈说 有些事跟你说 都以为我出櫃 第一次面对 对 就是拿一支吉他 我还在后来 在后来收拾回来 我不是收拾回来 是在想 我是收拾完回来 就跟他说 我跟你说 我突然在垃圾房 看到一些东西 你懂不懂拖音 这个转头 我来说 第一次拖音是买错 我买了电吉他 那时候 我不懂得买 那时候 真的拿着吉他 跟他们说 我不彈琴了 那时候我不是彈琴 那时候我还不学 那些东西 你卖了它 我要彈吉他 之后 冷战了一段 都很长时间 可能是超过一年 两年 没什么说话 直到什么呢 就是 我妈妈 再说回 原来我妈妈很喜欢Beyond 我妈妈问我 其实你也彈了彈吉他 你知不知彈大地 是的 你也知道大地 长盛都是那期的歌 我妈妈原来很喜欢的 她问我之后 那我不懂 那我不懂 那我不懂就怎么办 就唯有去问人 去找 去学 那时候有得上网 已经 但网上没有那些东西 又没有youtube 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一份譜 那怎么办 就自己听一首歌 因为我有一首碟 不断摸回音 其实彈不足 之后发觉 我是彈了什么呢 因为大地 如果大家有印象 那个吉他不是很主力的 在直播里面 有一段 那些很旧式的 剩佛山神的声音 那一条 一条 我用吉他弹出来 我妈妈还挺感动 OK 有成就 是的 我妈妈好像觉得 都弹到一些东西 又弹一些我懂的东西 那就算你了 我觉得 Beyond也蛮影响我 所以就是 再问一条问题 听歌 那创作方面呢 对于你们来说 Beyond有没有影响到 你们现在的创作 那个风格 取向 那些 第一首歌创作 我就是抄到足 因为你发觉 彈得越熟的时间 那时候都不知道 什么是作曲 有一条问题 每个人都问到 到底是作曲先呢 还是弹曲先呢 即是不懂分 即是作melody先 还是有曲先 是的 有曲就有feel的嘛 有时对我们这些 吉他仔来说 那melody先 又好像 好像 变回一条框住了 是free的 那变上 你只懂那几个曲 又很想试试作曲 那不就用个剪戏机 錄下它 那时候 都是唱到 九不八 不知是什么 都有一段时间 很后期 不知为什么 听回那个饼带 你会 嗯 那你和他喜欢 你有什么问题 是因为这样 误曲 才开始不停 写不同的melody 那这个 亦都是要 多谢 Beyond 因为他这样 令到我有一种 误曲的心态 即未必是说 哇 我很想追求他那种劲 不是的 我是反过来 我说五句 我要在这四个框里面 去写一种作品出来 但结果结果是出来的 还在教会表演过一次 然后就埋没了 不要紧 你让我想起事当真 对 就是这样 还要很认真 作词就是 教友帮手作 写完 又问我 是做什么 我暗戀的女生 所以就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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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戀的写了 哇 出街的那些 怕不怕 不怕 没所谓 之后我们拍了三个月拖 对了 然后就分开了 然后在那个框架里面 就开始发觉 原来家驱 他们会在这一组曲曲里面 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不只是喜欢你 可能多加两下 就变成真丁爱你 原来其他歌可能转了key 但那个曲曲的progression 是一样的 但是怎么那么不同呢 又开始在另一个层次 去发掘 我听不少了 因为访问很多嘉宾 都有说 Beyong的精彩 是关节位 那些solo位 隐藏了很多精彩的东西 会弹得翻 都已经算你聰明 但是还可以把里面 原来有些东西隐藏着 你当是彩蛋也好 或者是那些 他隐藏了一些实力也好 都是那些关节 那些细微位 分享一下 作曲我就少一点 可能有时会编曲 或者是编曲 或者是编曲 但是 其实是学了一些乐理 其实Beyond 是很 他又不是去到很复杂 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 他用一些简单的曲 但是砌一些复杂的乐理 其实他里面是有些 我不知道中文的 有些modal change Beyond有一件事很好 就是他有很多minor的歌 很多小调的歌 其实你听回广东流行歌 是很好笑的 你说很惨的歌 要是要去到很惨 但是Beyond 有时的东西 就是他惨得来 有种 例如《垂半我闯荡》 《五夜软曲》 他不是一味惨的 他是有些特别的感觉 那时候小时候 刚刚弹不懂的 就是刚刚学习的 刚刚刚刚按了个曲 就数出来 然后你发觉 因为我认为 一些古典乐理 就发觉好像怪怪的 你这个歌明明是 我弹过A minor chord 但你不是A minor key 你为什么会有F sharp 慢慢发觉 原来其实家驱很厉害 他不是 不是随便弹 不是说 可能那个年代 他们没什么机会 学一些很高深的音乐乐 只是认识那几个曲 就是那几个曲 作一首歌 原来不是的 原来有些复杂的东西 是在里面的 其实它是inspire到 原来简单的曲 你知道有个好的编排 它可以令到那个情感 不只是一味 开心和不开心 是可以有很多东西 在里面 可能有些比较悲壮 有些感觉很有理想 为什么再见理想 会那么有理想 五夜软曲也会说理想 原来不只是minor 惨就有理想 就是里面有些东西 所以Beyond 是很影响我去理解 我觉得它有流行的东西 在里面 它会影响我如何理解流行音乐 现在我们近年听的流行音乐 可能大部分都是很major 很正面 就没有了一些真正的小调 一些minor的东西 我觉得Beyond 我觉得到现在 仍然可以在里面发掘到一些东西 到现在都可以 可以的 我想说 怪不得很多现在的乐队 它真的还未超越到Beyond 的原因 真的有些东西 好像不应该说这句 但Beyond 是真的 很难 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们听一听你们的作品 Cover了的卓仁城 我们先听一听 前世的瘡梢 后世的风光 万里千山老路之药 围着老去的国道 围着事实的真相 围着好恶的岁月 围着勇望远去想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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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已經很棒了 那時還有一些Hard Rock的味道 有些年代的像Metal 我很記得一隻就是永遠等待 那些很Fijian 你想像不到它可以唱廣東話的 很難填 很難填 但它又能玩到 但你又想著它們是否會玩這麼重的東西 之後一下子就去到很Pop 以前不是有個說法說它們要變流行音樂 有個說法會說什麼叛徒 其實我覺得是雜誌問題 說到這裡有點生氣 你不要只拿一兩隻來 去斷定別人的功勞或者態度 你如果說得這句話的人 就肯定不會聽Beyond 而且自己的根基比較弱 他們是有很多東西在中間 你可以說它最Heavy那幾隻 和它們最Pop的東西在中間 其實可能有一百樣東西在裡面 但可能雜誌全會 就是用最極端的兩邊出來說 你們背叛了什麼什麼 我覺得它們一樣很重要 就是教育了我們香港人 就是原來廣東的音樂 我們唱廣東的音樂可以有那麼多的類別 還有裡面有那麼多東西 後世我們可能有很多樂隊 我們有時候叫做 就是內編曲要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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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想回廣東的歌 在香港有沒有曾經有這樣的歌 你總是避不開Beyond 總是甚麼鬼都有的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夾樂隊很大影響的 剛剛組樂隊大多數一兩隻 你總會有一隻Beyond 總有一兩隻一起頭 你就會彈下去 這些我覺得是抹殺不了的事情 再說回來 Beyond影響得我們這麼厲害 現在幾十年了 假期離開了我們 Beyond也關了樂隊 他們現在都差不多接近二十年 Beyond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還有沒有影響力呢? 這個影響力依然 香港人 先說香港吧 其實我也想說全球華人 或世界各地 如果說Beyond的影響力 我覺得之前接觸的話題 都算是對音樂人的影響 如果對一些不玩音樂 聽歌的人 影響力會有很多聯想 聯想 例如 Suppa 一隻無盡 他就會聯想在海闊天空 我覺得是一種承傳 但真的兩個不關事的東西 論曲色也好 論什麼也好 但很多人會有一種 覺得是全城的東西 精神 是很隱約地在裏面中了根 因為始終有些小朋友聽 聽歌未必是自己選擇的 始終小時候 可能80朋友 都會有空開Beyond來聽 他們無形中就會接收這個訊息 在他不了解或不是學音樂的情況之下 都會有一個這麼強大的訊息 直到腦裡 然後現在還要有一個對比 我覺得這個就是跟李小龍一樣 那個精神在裡面 在筋裡面 你不用經常拿出來說 是突然間一有 他就在了 但是有一件事也很可惜很軟式的就是 喜歡你就一定不是鄧子奇 這個也是媒體做出來的 就是你每次鄧子奇 那是不行的 是不是 原唱是誰 你寫回 或者是作曲 你做好一點這些事情 就不要一味 好像以前那樣 搖滾半途 永遠在加插這些 那我都是精神來的 那個精神就是 對於我們來說 這一秒鐘我聽到喜歡你 我只會說是Beyond的喜歡你 以我的了解 就會這樣去閱讀 這個精神 你說對香港的影響 我又 香港的影響 其實 根本我覺得 你拿起一個樂器 去彈一些東西 想唱完別人 一聽就會有共鳴 你很難不彈Beyond 從一個音樂上我去看 就是它不只是一隻字 也不是一句半句的旋律 是它整個東西 任何一個位置 你彈下去 你都不知為何 好像我聽過下一句 我要唱下去 我覺得一個 從音樂藝術上 或者流行藝術 當代藝術來講 我都是 都是一個很 很 不可以忘記的 它有點像 古蹟 可能那個古蹟之後 慢慢活化了 會變成另一種東西 用途會不同了 但是你總是去到那裡 你都覺得有個印象 它應該曾經是某些東西 你現在去聽一些歌 你都總是覺得 你只要彈幾個曲 我第一次在腦袋想起 都會是唱了Beyond 某些歌 而有趣之處就是 就算唱一唱一下別人的歌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樂手 就是在後面彈的 彈一下彈一下 你叫我突然間 因為我特別是彈結他 很多時候我做Session的時候 監製會打眼色叫我做Solo 我也忍不住 有些位置的句子 是有點像的 因為就是太過 直入了我們的耳朵 不只是我去彈奏樂器的人 是我感覺到聽的人 都是這樣 有時候我出去彈 晚上在一些餐廳和酒吧 可能會做一些跌擊 你眼睛是不知為何 總會有個 望歌款 是不應該會唱Beyond的人 都是會突然說 我可不可以試一首歌 其實我比較少聽新歌 雖然我有少彈 我不用彈 我就不練 我見到一個年輕人上來 穿得很潮 我心想死了 上個月的一首歌 我真的不認識 有一首歌真的很好笑 有一首歌 是否很喜歡那部電影 是甚麼電影 駕駛電單車的 天陽有情 天陽有情 是否是烈火戰車 還是怎樣 他說 好聽的 是夾兵的 你們一定會認識的 然後我說 我不知道你是否說那一首 但如果你說夾兵一定會認識 我就想起這首 我起了一首灰色軌跡 他真的要那一首 很年輕 為什麼呢 我猜他是駕電單車的 有位女士在下面 情深苦寬看著他 他要承認 他不太會唱 總之他很想唱 我覺得那首歌 很代表我們 而且他這麼年輕 你不會聽到這首歌大 你二十歲還未夠 所以我覺得 你說他對香港有甚麼影響 他根本不用去製造影響 他已經進入我們 不知道在哪裏 無論在我們溝通文化 音樂藝術 平時聊天 他根本就是我們 整個歷史的一部份 我覺得 但是現在的確是影響 世界各地 尤其是很多華人 都受到他的影響 反過來算 我們香港人 我們先說一下 還不需要Beyond 需要 好的音樂 就是應該要聽下去 剛才有一點 說一下樂理音樂的事情 就是他真的簡單得來複雜 我有時都會教結他 我教學生 他們當然會想彈現代的流行歌 讓他出去可以有其他用途 不會把女生進去 或者有些學生說 我未來的目標是想做樂手的 我有甚麼歌要練 他們的腦袋就是想 我要練一些舊的歌 例如陳日訊已經是上古 已經是很老了 不知是甚麼人 應該是很老了 也挺的 陳日訊挺好的 也有很多結他技能彈 不是 你有沒有聽過Beyond 他都說 我爸爸也會聽 我說不是 Beyond真的很值得學 或者彈幾隻 很多時候 他們一彈下去 就迷上了 收不到掣 收不到掣 彈完一隻就問有沒有下一隻 我覺得那個魔力就是 他會讓你去學習音樂 如果你對我一個音樂的工作者來說 我覺得Beyond是一定要繼續有的 他是很重要的 我想起有個結他老師 有一次有個十多歲的妹妹 就在上面說 我想學結他 你想學甚麼 我想學Beyond 眼前一亮 因為我結他老師都是Beyond粉絲 雖然是很小 大概二十多三十歲 還未夠 你想彈甚麼 妹妹 如果是的 我們看看價錢怎樣怎樣 我想彈最後的對話 嘩 然後那個老師都呆了 怎麼釋放 沒有問題 類似這樣的情形 妹妹幾大 中學生 十多 不是吧 應該是初戀 彈給他 我那次在街上 聽到有個 應該是 那些什麼 都是我合謙的 Busker 那些年輕人 玩去日的足跡 最初是木結他 摟摟摟 一個 chord 我已經記錯過那個名字 是呀… 中文很年輕 中文說不太好 但就是要唱這首歌 我們要把態度變一變 是Beyond教我 她的歌就是 年代未必是這個問題 聽了廣東話的樂隊 一定會接觸到Beyond 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讲广东话 红南西亚 他们一弹就会讲远远 虽然有些地方是国内的 去到浙江 北京 其实他们也有唱远远的歌 有灰色贵迹 广东话不走不淡 广东话不走不淡 原谅他 但是Solo都弄得住 是啊 声音都一样 他们弄得住 模仿 有时又觉得 他的影响力是除了入血之外 你拿不到这个形容词 为什么你要模仿到这样 因为他已经代入了这个精神 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影响很大 不仅是香港人 真的全个宇宙会讲广东话 我觉得广东话和各文字的形状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YouTube那些东西很盛行 YouTuber 可能我会偶尔听Beyond YouTube彈了那些relator video 叫你看 看下去 有个外国人 但是下面是中文title 那段影片 大家在YouTube 找得回 原来有个台湾YouTuber 会找一些外国的音乐人 很专专业的音乐人 让他听一首舊的中文歌 有香港有台湾 我们什么都有 我有看 之后他给了一首海阔天空的Lawai 台湾人叫他听 Lawai很感动 他说我听到这个人很有理想 有种悲壮的情怀 有种情感流露 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如你解释给我 有解释 有英文字幕解释给他 有英文字幕译得很好 很厉害 我个人都听到 不是吧 我觉得Beyond有样东西 怎样可以传承下去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夹队的人 我们总会有些Heroes Heroes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会有一个package 例如OJ有吉他手 例如Slash戴高帽 爆炸头 一定要背那支吉他 之后要担着口音 不穿上身衣 要动直吉他弹 有时你总会觉得 他那个icon 即是直入了好似我自己的地方 当我有机会可以这样做 我就很想成为他 但是你说香港 我们不是批评其他乐队 那我们就要夹队 但是Beyond有一件事 我觉得 为何我们讲来讲来 都是讲家区呢 家区真的有这件事 他真的有一个整个package 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音乐人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吉他手 一个这样的乐队主音 你是有东西可以假扮他的 那时候你说内地那些 我见过有模仿大赛的 就是要穿上那件红色的 很厉害的西装 那时那套是否给面排队 那套MV 那套衣服 是有模仿大赛的 那些人是为了可以 做的家庭 他会纳他的头 穿那件衣服 拿回那颗色的吉他 然后彈到一模一样 他有那个魔力 就是令到你 我不是要执行你一段solo 我不是要学你的歌怎么做 我是要整个人 对他那个尊敬的程度 是比美我们 可能去模仿一个欧美的吉他hero 那个level 我觉得香港乐坛也好 乐队也好 音乐队也好 你说家区走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一个 令到我们这么大冲击的人呢 这个我觉得也值得大家一起想想 还有不是那么容易模仿 你以为黄祖南这样 每个人都扮到 就是扮不到家区 不懂彈吉他 就算会弹 也不会那么厉害 没错 我们再听一首歌 阿段唱的 《早班火车》 Cover 《早班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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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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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我們的生命充滿色彩 說多說少得真的要感謝Beyond 絕對 除了我們說完Beyond 我們也可以說一下Beyond的其他成員 很多人也會很開心 也好像不是那麼滿意 為什麼你們單非發展 其實我想Beyond三子去重組 去重組開音樂會也好 是繼續傳承Beyond的音樂精神 你們怎麼看呢 他們是單非 已經單非了這麼多年了 如果單非做出來的事 其實初初我覺得我挺欣賞Paul的 Paul的歌是很值得欣賞的 沒有得避開錢 是啊 有時做show 夾cover 都會不如玩一隻Paul的歌 離開我爸 什麼叫部章 都會有這個動作 和這個想法 但是慢慢後期 可能人大了 我們自己 我而已 我 我說我而已 人大了 看東西那個方向 又發覺不用那麼單一的 是不是真的要重組呢 我覺得又沒有需要的 真的沒有需要的 開始留意一下 他們做人的態度 都會開始有些分的了 因為成熟了 不只是追捧 或者去欣賞那個音樂那麼簡單 很想了解背後的東西 反而 我會比較喜歡 四個一起的時間 所以現在從不從早對我來講 艾東奇 真的 這個是很真誠的 那 保持著我對他那種 舊日的足跡 那個感覺 讓我保持著就OK 不要再搞其他東西 反而 但是如果你說是音樂上 我今天特別喜歡負責 說音樂 其實三子時期 有一段時間 那些歌曲我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它是實驗性的 請張手放開 整隻碟都很棒的 又或者 我忘記那首歌 是不是請張手放開那首碟的 是加強唱的 麻醉 麻醉 那一集麻醉 還有Crying Crying應該是Paul哥唱的 聲音那張碟 那是聲音 它們是各自作的 是的 它們是各自作 擺在同一個地方 沒錯 那時候你就發現 無論它是不是Beyond也好 其實它們是有才華的 不只是被家區的光芒掩蓋著 它們是有自己的 但是 由它們三子開始 將它們三個的一些 自己的才華 idea 一起放在碟上 挺好的 慢慢去到 差不多完結了 那時候 我還不記得 是臨尾還是 尾二是驚喜 尾二 尾二 那一隻我自己也很喜歡 裡面有一隻純音樂 叫青馬大橋 我覺得這些 就好像我剛才有提到 它好像歷史一部份 你會記得青馬大橋 什麼時候有的 因為那時候我買過一隻碟 那時候就是在起青馬大橋 實驗性也很高 因為每張碟都有不同的風格 英倫 或者是軍廁 還有純音樂 對我這些人來說 你裡面有純音樂 我已經覺得要買了 救力 但是你說去到他們單飛 Paul的東西是很好的 特別對我們剛剛夾班 因為我夾班的時候 他們已經解散了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追我現在的老婆 我是談不得比的 這些歌是很影響很影響的 但是好像剛才阿段說的 你的人開始大 他們當然大過我們很多 但是 當你自己也開始大 你開始會想 其實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不是八卦那些生活 是想你做一個音樂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因為我和阿段 我們都會一直在夢想自己 是一個全職的音樂人 真的可以透過音樂 不要說謀生 又不是一定要成為一個巨星 而是他可以成為你整個人 人生發展的一個道路 那些是我們的標剛 即是我們那個模仿 或者去參考的一個很重要的對象 我們都說了這麼多 就是比擁對我們影響原來這麼大的 但是當你看一下他們的發展 你會不會開始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字眼就是他們是有點失望的 覺得他們有些東西可以好一點 失望的意思就是你有些希望 你會希望他在某些位置會說某些東西 或者你覺得他不說某些東西也好 也不要說一些東西 但好像出來後 是有點失望的 我都認同 我自己個人看法 譬如家強他真的比較少產 沒有什麼產量 但是都可以 因為他都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取向 Paul 世榮 回到內地反映 世榮最早 最早一個上去 到現在Paul 我會發覺 內地人 接觸表情是好事 尤其是年輕人 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 港美瑞月所說的平等和平 反戰 反戰 我覺得如果是內地 年輕人去接觸表情是好事 但是又好像 為什麼好像平衡 其實可以偶爾來香港開場 但有很多技術性原因 很多都不是說你要開就開 但是不知道那個感覺 我反而很矛盾 我很想他們去質重內地發展 但是又好像不是那麼好 感覺很奇怪 其實如果三個大大大前輩 都是同一個 在我們現在仍然保持著 對家區宣揚那樣東西的精神 對外去做 我們當然是支持 一定 但是 可能他們都長大了 我們又長大 他們都會長大 離開了一個conference zone 再面對著這個世界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會變的 那個想法 譬如家庭成員也會有影響 是不是 跟著面對的市場 也都要調整 那 是尊重的 因為每一個人 剛剛也都說到他們不是神 是不是都要開飯 都要這件事 都要穩定 所以唯有調節的就是自己 就算有些事情看到 有些情況 都會 我繼續聽回家區的聲音 等於我這個精神生病 我有病 我都要找藥醫的 我醫生就是家區 當我認為Beyond有病 我就要找家區醫我了 唯有是這樣 當然 是不是好事呢 我認同你的 我認為是好事 將這件事可以放在國內 將Beyond的精神 甚至是前兩年都有一部電影開了 是不是 就是幾百人一起夾 不在有意 不在有意 那其實這個是OK的 那他現在還可以唱《海虎天空》 那就OK啦 是不是 還有得比你這樣做 OK的 在那個什麼披著 什麼斬什麼哥哥 有了近牌的 那個節目 波哥在裡面的 那其實有些 有七成的人是彈 有三成的人是讚的 那我就認為 看看《海虎天空》在裡面做什麼 那依然是有Beyond的東西出現 或者是閉嘴歌的時間 都看到那道火在那裡 賺吃而已 會不會吃老本呢 經常人都這樣說 吃老本那他有條件吃 也是這樣說 是不是 你沒理由唱Happy Birthday 你說你吃老本不會的 那他真的是阿Paul 他創始成縣 他不是後家 他有份彈 他有份編的 他不是說我多年在後面幫他彈 其實吃老本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問題 這首歌是自己弄的 我唱到死那天都是唱這首歌 慘得他有人聽 而且他不是故意去搭一件東西出來 他有很多產品 你說演唱會十年餘一天 那便是直老本 即是台燈聲一樣 但不是的 在裡面還有很多變化 在途中也可能因應時代的變化 或者是問哪些政治的變化 會有些態度透過音樂走出來呢 那可能是以前的歌 是吧 命運是李嘉 你做什麼 前日不唱 後日不唱 之後才唱 可能是有一個原因在這裡 是他的精神自己裡面 有些人說不到 不如我唱給你聽 是吧 那是不是吃老本呢 又不要好像 太敏感 一下就按插在別人那裏 你說一個 我跟阿段經常談這些 大家都做音樂 音樂是否要一件事 滑出搶到 我唱你心底裡 想喊出去的那句 你才會支持我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傳承不到的 每一個音樂的風格 就是那個風格 不是你喜歡我的風格 但現在的時代 我們要喊某些東西 所以你就要把那些東西 放到歌裡面 那我就支持你了 那些不是好的音樂 膚淺的音樂 因為這樣傳承不到幾十年後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幻想 我們都會做音樂 我們都會有那個幻想 就是你唱《膠姐千個心》 你唱《阿媽妮》 你是不是真的反戰 還是你這個人很好戰 你唱那些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你可以這樣想 我亦都不會把這件事 弱化到 他唱這首歌 市場需要 那一期是全世界反戰 所以就是反戰歌 他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 當然是覺得 我們那時候這麼小 我們不會真的認識家區 亦都不會真的認識 那個年代的彼岸 他沒有跟我們說過 但我們怎樣可以知道 當然是我們自己慢慢成長的時候 看看你們的言行 你說他的言行 有沒有很違背他們 當年唱歌的主題 我又覺得不是很多 當然一定會有個說法 但這個都無可避免地是事實 就是家區真的走得早 有好還是我們不知道幾十年後的家區 會怎樣 我們不能猜 但是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例如你說 我們現在要反戰 現在世界都有戰爭的 我自己想什麼歌 我第一隻一定想Armani 我第二隻一定想交姐千個心 那樣 和平與愛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那首歌 傳遞到那個信息 那就是好的歌 第一 歌本身好 因為音樂做得好 好像剛才說的音樂上的事情 那首歌是值得到現在都要彈的 第二 那個信息 他可以在不同的時代都能說到那樣 那就是好的歌 Beyond 也有抗戰二十年 我們都經常玩 你在不同的地方都會聽到的 大家聽前奏 就懂得唱 他就傳承到的意義 那就是好的音樂 至於那些成員 到現在他們都上了年多了 他還是不是當年 做那首歌的時候 那個想法呢 我相信大家有眼看的 坦白說 我知道Paul在內地有過這個節目 因為新聞有說的 我網上看到有人說的 但我真的沒有看過這個節目 他在節目裡面 有沒有宣揚一些 我們會認同的訊息 我不知道 但當然有些事情 你會感覺到很噁心 那些你有眼看有眼聽 如果你說音樂上的 人家都一把年多了 難道真的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還可以有這個熱血 我覺得有時候這些要求 他真的做到出來 你都覺得假 你都覺得那些是電影效果 所以不可以這麼無理取 沒錯 人家是阿叔 以前Paul哥現在是Paul叔 他自己都會這樣說 喝咖啡都可以Paul叔 一個問題就是 不要安插太多 自己認為 要跟這個世界折合 投射下去 變人身上 始終他也不是在飾演Paul這個角色 他不是劉德華 在飾演劉德華 他每一天都在演劉德華 但Paul不是我做自己 我愛朱欣 有什麼問題 我為他拿手袋 因為我愛他 你不知道我喜歡你 我真的愛你 可以的 但你不要常常加插 他永遠是Rock友 鐵鏈走出來 不是 你現在叫他穿上小背心 走出來彈 什麼結他都累 Materica的Fans 那張照片 Fans就是這樣 但他自己白色衣服 拖鞋 但牛仔不要拖著女兒去買菜 OK 自己都要分開 然後才可以知道 如何一步一步去了解 Beyond裡面每一個成員 如何去閱讀 既然大家都喜歡 我們用一個 再開揚一點的視野去看 原來家庭觀是這樣的 所以寫到這首歌 原來他被人罵的時候 他會有這個態度 所以Riff就這樣走 寧願是這樣的 總好一個輻射 他跑去參加這個節目 都要看他做什麼 賺錢就當然了 大哥 對不對 第二就是他在裡面 到底的動態是什麼 都感覺到他那種 波哥那種 很難融入 一個很多人的情況 但他都走出這一步 會不會就是他在上面 再想唱一次海闊天空 跟其他人一起 會不會就是這麼簡單 再宣揚這個訊息 OK 那我又很舒服 這個想法 你的見解很棒 我的見解也很簡單 講一點 如果是那些真人騷 我簡直是不會看的 但是如果是唱歌 那些 尤其是 令我覺得是有Beyond那種鎚 我就會看 因為他繼續去宣揚 超越的精神 還有你可以留意 就是不要只是 我們focus在Paul身上 在那個節目裡面 你留意其他人 都是Artist大家都 歌手 他怎樣對Paul那種態度 你就明白 Beyond的影響有多深 明白 這個很棒 你留意一下這件事 你就會發覺 不要一顆棍就吐下去 既是前輩 又是老師 但是大家都是音樂人 你感覺到那種尊重 王冠宗 不是吧 神經病 我沒有人敢坐在他旁邊 我覺得這些 我沒有看 但我覺得不是節目效果 這個是真的 你比賽是我們 就是Paul無緣無故走進來 我都覺得 是你的 有時候的事情 好像剛才說的 是歷史 事情發生了 就發生了 在心裡面 是啊 我們先聽一聽歌 好 段的作品 I Won't Die For You 是說什麼的 其實這個 是很敏感的 這個是我對社會運動的態度 其實有兩極 一個就是對年青人現在的思想 那種想法 第二 因為我本身 就是我 怎麼會本身 我有個女兒 我看到現在年青人的想法 阿瑤又和我女兒很友善 比我更友善 我不知道她暗底 經常在搞什麼 那 溝通就很smooth 有時候聽她說的 原來現在年青人是這樣的 然後也是有感而發 那跟我本身 其實做人的態度 是很不同的 這首歌 那我們就把這首歌 繼續去秉承 傳承 我們一直 響往的音樂精神 大家留心收聽 包括你 巨浪化美 無情風領 原來你的這種特殭 並能運到我跟你的 I would die for you Leave once all you 才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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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事 李宗盛